桃園巴德驱某幽儿园 25日新增两位幼童确诊 还没找到感染源 现在疑似又多两人确诊 那我们进行全员的筛检 那目前区隔了86位私生 那裁检了664位 那这个部分新增的确诊个案 我们一并下午说明 校园疫情连环报 桃園目前累积13校停课14天 26日也在新增3间 安清班 补习班 预防性停课一天 市长郑文灿不敢大意 赶紧扩大停课范围 非盈利幼儿园 以及学校的妇幼 都已经提早放春假了 那私立的幼儿园 原定都是在这一周 要放春假 那为了让私立幼儿园 也更安全 那请教育局通知各私幼 明天开始就可以放春假 而除了幼儿园疫情烧 25日自贸港加州区二采 也出现新确诊个案 港区的这个二采 2789位 那么因为二采有一些 会由阴转阳 那另外有龙潭的某山友 那么这个确诊 那么感染源还要在追查 那不过针对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做了匡列裁检 这三条传播链 我们都在下午来说明 这个新增确诊个案的情况 陶师傅也预计在巴德龙潭 各增设一个裁剪站 揪出染疫黑树 除此之外还要催打疫苗 莫德纳BNT跟高端 这三种疫苗 我们在这个第20期跟21期 中间的过年阶段 我们都希望能够多开一点 1月27号下午1点开始 37个社区接种站现额 供应莫德纳 针对65岁以上长者0号码牌是大 而如果想打BNT高端 1月28号 29号 2月4号 5号 都有加开场次 巨蛋体育馆和荣民服务处 都可以随到随打 陶师傅全力凭催打疫苗 直判疫情尽快降温 华语新闻 陈明晏 吴明晏 白云飞 桃源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